接下来我们将开启第一轮真心对决 真心很贵 你别逢人就给 普院时尚古镇里散落着很多装有小猩猩的金蛋 你们上街寻找金蛋并砸开 即可获得小猩猩 只有用这个锤子才可以去砸金蛋 接下来你们需要通过一个数字博弈游戏 争夺三把锤子 三个锤子可以去砸金蛋 把三个锤子给我 你就变零 零就数字不用称 你给我你也变零 然后你下面再换我了 接下来你们在一到十中间 任选一个数字写在白板上 我数三二一之后集体量出白板 写的数字相同的人出局 剩余的人中写的数字最大的人获胜 游戏一共三轮 来决定三把锤子的使用权 就是并列最大的全部淘汰是吧 并列的就淘汰 来哦 一到十是吗 要商量吗 你们可以商量 和队友商量吗 可以啊 那亮哥怎么办 我还挺嫌弃你们的 一个人单打独斗思维才能清晰 你是多少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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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他拿的出来都是对 你写 你写多少 不能有相同的是吧 对 看我干啥自己写自己的 写好了 都在我就逆向思维所有人都在我就 这道题我不会我这不会做这道题我不会做 所有人都会写那个所以 可以写那个嗯 大家都会这么想 那个是那个 你是那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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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每人都会逆向思维 都会觉得自己会别人会写酒自己要写诗 怎么样好了吗 等会等马上 好 来吧 来 3 2 1 翻版 10 10 这么多人写10 白白正好了 我我是8 咱俩赢了 我一个人赢了 景余赢了 树大的赢 我想的是我想的是我想的是我预期写少一点总比淘汰强 所以说最后不一个一个淘汰走吗剩杀人吗 发货的 发货的 对 那重来 那重来 两个时候的 小颜黑化了 又黑化了 一早一大早黑化 嗯 涂黑啊 黑化的去 你写你写几啊 我我一会儿 我给你商量一下 你觉得人解流还能淘汰掉吗那个是吗 还有呀 景余 你已经赢了其实你想写几都行 嗯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写一个 就让最高的那些人中不了的数据 哎哎 有道理 啊 哥你写了多少 我写9 那你应该能拿 写好了吗你们 亮哥你要上哪上述啊 亮哥在跟他队友商量呢 是吗 你先写好回来吧 OK 来了 如果哥你没骗过的话 你应该是你拿了 来 3 2 1 举牌 看 我说实话了吧 10淘汰 我就猜到有两人写10 我说了个你说实话你肯定拿了 我刚思路就是 应该会至少有一个人写10 然后景渝因为已经赢了一个 所以我拿语言机才能写10 所以至少有两人写10 因为9是一个特别容易大家会写的数字 所以第二轮一般人不会写9 因为大家会觉得第一轮写10的人多 第二轮所以写10的人少 但其实还是会有人写10 所以说反套路 所以第二轮9的重的概率是最小的 第三轮就不好说了 第三轮一定还会有人写10和9 我写完了 我写完了来吧 好我写完了 我估计我这轮有可能还能赢 你写的是这个 不是我写的10 嗯 真实假实不是真实 那我那我给你一个 我我改一下 那我给你一个我不跟你撞 真实啊 真实 那我擦一下 哈哈哈哈 你跟你实话 大实话大实话大实话 你我算吧骗你了 那我让你拿 我真写10 好了 嗯 看看景于这把能不能命中最多的那个啊 能不能一下中两个让他们飞出去 哥这个和这个我你就哪个好 你就这个好还是这个好 我刚才个人感觉这个可能好一点 就这个嗯 好 你也请你写个9 不然小颜拿了 与其让他们两个我让两个拿 真的 嗯 嗯 小颜是9 小颜是10 所以写诗写9都不行 两个肯定写的是个8 所以无论怎么样 让他们两个拿 让他们两个拿 我们一个10一个9 让两个拿也行 那你就写这个 你肯定吗 嗯 我肯定 来 我感觉弄不好 前面做3好 来吧 来吧 1 2 1 你看我说了一个9一个10 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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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啊 耶 你也想要两个9啊 想到了有这个 但没想到还有个这个 哈哈哈哈 哎呀 8呀 8 多好的8 游戏黑洞吗 哎我为什么一次都没赢过 小明哥一把锤子 井鱼有两把锤子 给我个锤子吧 给我个锤子吧 哪那么容易 给我一个 哪那么容易 现在大家可以出发前往自己的初始位置了 走吧